究竟如何分辨 黑漆或開放式廚房的秋風系統 有沒有用到防火閘 如果你的通風喉 是在你的單位 直接出門外 一般都不用防火閘 但如果你這個通風喉 是要經過大廈公眾走廊 或者是經過另外一些單位 你經過防火分隔 到外面 通常都要有火閘 業主可以因應假天花的走向 估計一下防火閘在哪裡 我看來看去 沒有一個就出在這邊 全部經公共走廊出 可能它放在外面 都未期待 如果在外面 我會說將來在外面 就不用煩到業主 開放式廚房 還有灑水和煙霧裝置要入屋檢查 不過假天花整幅蓋著 沒有生口位 要看內部有沒有問題 根本無從入手 就算沒什麼好看也好 也要看到 要不然你完全是斷古 或者相信它就不可以 這個開放式廚房 都是問題多多 閘角位有一道閘櫃門 但是裡面的深度 有整個角落頭 根本拿不到 根本拿不到 伸到盡都是去到一半 這樣的設計 其實只要將升盤和爐頭換位 距位和微波爐就可以交換 下面的櫃的入口就不用弄得那麼窄 這麼多開織問題 可能和大廈佈局有關 圍住這座的一角 為了遷就建築的陣位 圓關這裏形狀搞得相當奇怪 又不好看又不好用 四百多尺間一房都不覺得特別寬敞 單邊單位承擔了兩幅主力牆 內櫃面積量度出三百一十七呎 只是實用面積的百分之七十六 而樓底就有九尺八寸 在角落即是單邊有能邊境 不過在露台旁邊才能看到少許海 想要闊一點、遠一點 唯有在浴室開窗才看到這條海灣水道 以至工業村、康城一帶